端午节,各区龙洲比赛在疫情下连续第二年取消 大澳就维持有龙洲接晨和游冲仪式 热烈地爬船,热烈地华 乐力爬龙洲不一定为了斗快 大澳三大鱼业行会代表 早上去到四间秒接晨 先参拜祈福,包括祈求本港疫情尽快过去 平安大家一杯之下,赐下赐本 然后将神像抬上神艇,由龙洲开路 接鱼业行会供奉祭祀 队伍之后远河到巡游和化衣 如意细致茂宁,消除瘟疫 神艇来到,渡桥都要让一让 不过疫情之下,同日的龙洲比赛 连续第二年要取消 我见很多地方都取消了赛事 进来今晚碰好运气 打鼓,人们在餐艇 其实龙洲的气氛是挺浓厚的 我见到人在上面很多 很开心 有市民凌晨五点几就来到 我怕没有位置 一早要霸定的位置 他说特意要来看看 是要参与这个城市 居五节当然不少得种 有店铺就自己弄了种来卖 但疫情之下少了游客 销量不多不少都受到影响 想感受赛龙洲的气氛 亦都可以去赤柱 有居民继续爬龙洲训练 各队的建议都出尽全力 爬得快做第一固然开心 但是慢了都可以友谊第一 今天都OK 我觉得水挺平 还有天气都很好 很有阳光 无线电子机者梁卓音搏道